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媽媽快心情 醫師好辣又好神 我前段時間各方面的壓力 就開始掉頭髮 我整個臉都爛掉 我說我是不是有什麼病 最近我在那邊就有個病人 她一年之內就女性殺人了四次 因為她自己帶三個小孩 她老公表情也是女健 這個太太也是急性心疾病 她跟她先生吵架 好到心碎了 對 所以我們中文翻成心碎症後 真的好心碎 媽媽心情差 連身體也搗蛋 告訴醫師來救援 今天節目特別請到六位好辣醫師 一起分享壞情緒帶來的健康危機 到底該如何拯救排解壞情緒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到底到底有什麼樣的鏡頭 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來看看媽媽的壞情緒 媽媽壞情緒第一個是什麼 超小的事都能抓狂莫名 看老公家人不順緣 我自己是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了寶寶之後啊 我可能因為自己長時間 都一個人在帶寶寶 所以其實內心呢 就是我都給自己很大的包袱 就會覺得說我是一個好媽媽 我自己帶寶寶OK的 孩子是自己生的嘛 就自己帶很OK 可是其實內心深處其實很渴望 也很希望有人會來關心你 或是主動問你說 你需不需要幫忙 對 所以呢 之前有時候看老公 上班一整天回來之後 如果他還先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並沒有先第一時間來看寶寶 真的來關心我 他可能先去放鬆他自己或什麼 我內心就會一把火上來 就是覺得說 你有沒有搞錯你一整天回來 你不是應該先來關心我跟寶寶嗎 你不來看看你的女兒嗎 抱抱孩子跟老人 對 就連這樣就有時候呢 我老公其實也沒做什麼大的事情 他在家裡有時候就是會不小心會放個屁 或者什麼的 那一陣子就是 他放個屁啊 我都會在就是 他一放屁我就這樣抱著寶寶 然後就這樣 然後翻白眼 就如同打雷一樣 對 然後翻白眼 很大翻白眼 所以屁忍得住啊 對 就是會很誤傷 我會覺得說 你要放個屁不會走遠一點嗎 你的屁可能會湊到我的女兒 對 所以孩子可能會不舒服 對 然後在吃飯的時候呢 他可能吃飯大聲了一點 然後我也會翻白眼 然後就是內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就會這一聲 然後我內心會講說 你是豬嗎 吃飯那麼大聲 對 所以我內心會有很多很多這種的小聲音 就是會有很多的不滿 就看他怎麼樣 就是各式各樣的不爽快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也是曾經是受害者 她的憂鬱啊 這詹醫師最了解 那個產後的那種憂鬱的情緒 對 我沒有辦法想像 黃醫生放屁 對 對 不是發病的問題 比如說 東西很亂 他在整理 那我在旁邊 假設我沒有出身幫忙 出身或出力幫忙 他說你沒看到我在幫忙 這個整理 你不來幫忙嗎 我說 這個好吧 掃到台風尾 我來吧 爸爸絕對不能說 你需要我幫忙什麼 對 不能說幫忙什麼 因為媽媽就想說 幫忙什麼 這是你親身的孩子 你要幫忙什麼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地雷 第三個地雷就是 好我今天都不講了 你也還沒做的時候 我就先整理了 整到一半 他說你為什麼一直整理 先後整理不好 哇 對 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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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真的很容易 其實自己已經身處在那種很大的壓力當中 通常就是旁邊的人開始覺得 在你身邊的氣壓都好不舒服好不愉快 像我前一陣子就是接了太多 同時接了太多工作 然後那個交稿期都好近 然後不是孕期又有時候孕吐什麼不舒服 對 然後後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開始一直磨牙 然後發出那種鬼片才會出現的聲音 好可怕 好可怕 其實很大聲 鬼片的聲音也很恐怖 就是 然後老公都叫不醒 然後老公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是不是也要把聲音 要去料理走一走還是什麼的 然後叫也叫不醒 他在很讚讚驚驚白天的時候跟我講說 欸老婆你其實晚上睡覺的時候已經有這些症狀出現 而且你一直發出鬼片才有的聲音 然後我還想說 其實我是壓力太大了 對 然後馬上起來就抄不住 這邊的牙床都腫 對 是真的 所以我想這個潛在的 這個 是誰害我們的老婆或是媽媽們 超小事都會抓狂 其實就是剛才的壓力 現在的壓力對不對 壓力很多 有些來自小孩 有些來自公公婆婆老公都有可能 像我們喔 就有一個病人 他走進來的第一個動作是 踢到我們那個 從來不會被踢到的垃圾桶 然後他坐下來以後他就跟我講說 戰醫師我要來看是因為我 月經已經六個月沒有來 我是不是懷孕了這樣子 那我一看好像不太對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有願意確定他沒有懷孕 那看到他的動作以後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覺得旁邊好像看不太到 那個旁邊 所以你剛進來踢到垃圾桶 他說有啊 我有踢到你們垃圾桶嗎 然後後來我們一抽血發現他的那個蜜乳數 腦部的蜜乳數是非常非常高 已經到兩百多了 那就把他排一個那個核磁共證的檢查 發現他腦部已經長了一個 所謂的線流 那因為這個線流的位置 剛好是在我們兩條四層巾的中間 所以他壓迫到他自己的四層巾的結果 會讓他的旁邊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結果就會變成說 他周圍常常去 他說對 他常常有時候會踢到東西啊 會撞到 都看不到 那這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常常這個壓力很大 那我們當然講得好聽點就是說 你是不是凡事求完美 先生就在旁邊大笑出來說 對 她很求完美這樣 我說 欸 先生真是找了四層巾 對 因為這句話是說 你凡事求完美 真的 凡事求完美說 對啊 她很求完美啊這樣 他說詹醫師 你為什麼會知道我的情緒 情緒不好會酸 我說不是詹醫師會酸 是因為你的這些已經在 醫學上告訴我們了 然後他說 可是我就像剛剛講說 我覺得我還好啊 我每天生活做起都很正常啊 可是我說 你的身體已經告訴你是 一個不正常的形象了 比如說剛剛講說 你以為我洛西統是隨便擺位置的嗎 我擺在那邊就是看誰踢到 踢到我就說 我會 可是誰會想到壓力會造成 那麼大的影響 影響到大腦 這太over了吧 對啊 這太厲害了 有壓力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有壓力 真的 才會受其害 那我們之前就碰到有一個 他是一個小二的學生 他為什麼會過來 就媽媽帶他過來 是因為老師跟他媽媽說 你最近你的小孩子 好像上課都會有點黃神 你知道嗎 媽媽就是沒有天線的雷達 到處可以掃描這樣子 然後就注意 就瞄到了 他老公在玩手機 小孩子當然就有樣學樣 也跟著玩手機 他就開始 開始已經開始講說 我孩子網路成癮 之後呢 因為他老師提醒到 他就把他帶到兒心的地方去 這樣說他網路成癮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會做評估啊 因為成癮和你重度使用等等這些 都是有他的定義的這樣 那做出來當然沒有成癮的問題 可是呢我們在旁邊呢 我們當然會很客氣跟他講說 媽媽那我們最近覺得你臉色也不太好看 還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當然就劈里啪就會講說 他老公呢 帶他小孩子一直玩一直玩 所以呢我們常會發現說 一般我們在講壓力 每一個人都有壓力 但對於壓力的定義 其實在生心醫學上有它的標準嘛 第一個一定有事件發生 像如果呢 他小孩子在玩手機 沒被注意到 他就不會有壓力 媽媽就不會有壓力 第二個你察覺到之後 最重要是無法掌握 他會覺得說 今天呢 我老公帶著我小孩子呢 這樣子玩 他就會網路成癮 那我老公呢就要治療 所以就把老公和小孩子一起帶過來 結果他自己不需要治療 結果他老公和小孩子 需要網路成癮的治療 所以他覺得他沒有辦法掌握 就丟給醫生 醫生來幫他治療網路成癮 就這樣 所以其實這種壓力的這種形成 它是有他的一個必要條件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那些潛在的壓力 可能媽媽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他真的會從你的身體上面 反映出來 我覺得我也是那種就是 很希望事情都在那個掌控範圍內 所以其實我對我自己也是很要求 然後你知道我們家真的很忙 一個小孩就已經很累 我們家是現在每天早上發生的事情 對 那個很辛苦 就是一次三個 我們家上個課 可能一個小時都還不一定吃得了 喔 因為你知道每天早上 叫起床然後泡奶喝 然後 吃早餐 對 因為每一個小孩的需求要隨便一樣 對 然後真的 我其實每天都覺得很崩潰 然後 其實在我身上很容易發生 就是在身體的局部 不一定是同一個位置 可能比如說 我可能這一段時間忙下來 我就會很常胃痛 然後我前段時間 可能當然也有一些工作 或什麼各方面壓力 就開始掉頭髮 然後甚至我剛剛看到的那個彭醫師 我才想起來我有一次 因為我其實算是皮膚蠻好的女生 我有一陣子我已經不記得 那一次是什麼樣的事件的壓力 我整個臉都爛掉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身體內部有需要調理的部分 我就去看中醫 然後我就一直問 我說怎麼把我的臉要爛掉了 我說我是不是有什麼病 還是哪裡需要調整 還是我應該要吃什麼 所以其實他也是跟我講說 其實他看起來是覺得還好 可能就是壓力或睡眠或是喝水 去稍微做一下調理 所以其實我常覺得 那個潛在的壓力 真的會反映在你身體很多不同的部門 輕則就是這種長痘痘 胃痛 然後再嚴重的你其實有些 其實很多媽媽 是因為這樣才胖的 他有壓力多大 其實壓力這個東西 它造成影響是全身的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女性 其實真的很偉大 因為之前我在MENON就有個病人 他才32歲 他一年之內就乳腺發炎了4次 哦 事實上他最小的小朋友 其實已經小學6年級了 那為什麼他真的不幸福 對對對 其實他已經好幾年都沒有餵奶了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乳腺的腸都是在餵奶的女生 對啊 我們就這樣 完全沒有餵奶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抽菸 他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也都沒有 他生活的是一個蠻正常的人 後來我覺得很怪 他一年就來4次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是不是常熬夜還是幹嘛 他說沒有啦 因為他自己帶三個小孩 他老公早就已經不見了 他沒有離婚 可是老公早就已經找不到人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可是他一個人顧三個小孩 所以他很疲倦 而且他們最近公司又在裁員 所以他又要表現得好一點點 他怕被裁員 所以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這一年都不知道怎麼過 過了水生活 所以他這一年 就造成了4次的無限霸余 可是我說 那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嗎 我說當然有關係 因為各位你知道嗎 當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身上什麼基礎分泌會增加 你知道嗎 就是腎上腺素 它是一種壓力基礎 它讓你抵抗外面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就好像 如果一台車子快撞到你的時候 你也是喔 你身體一緊張 身體馬上分泌 可是很猛嘛 馬上就車子一推 就真的可以 很猛 我把這都推 你擦那之間 對啊 他就是 他一整年之下 都處於那種環境之下 但是你知道 腎上腺素除了會讓你 很有力量之外 它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它會壓制你的免疫力 它的內部處於有一點點下 所以他這一整年 都處於免疫力很低下的狀態之下 後來你仔細問他 他其實這一整年 不只是乳腺發炎 他可以尿到圓了好幾次 而且他這一年都變得很胖 他告訴我說 奇怪 他沒有吃的很多 他食慾反而變得比較不佳 可是他這一年的體重 是胖了五公斤 最常就像懷疑講的 因為這種腎上腺素 會讓你的脂肪的代謝會出問題 而且通常是在中廣的地方 因為你腎上的正中間有沒有 臉啊 虛幹啊 他荷爾蒙的 腎上腺素的接受體是特別多的 現在甚至有跟你講說 這一定會的 因為那個壓力大的話 你的腦裡面 會生命一種神經毒素出來 所以久了 長期下來 最容易失智了 我都有帶小朋友出去 戶外露營嗎 那因為我的帳篷非常非常非常大 因為他高大有兩百多公分 哇 對 太強了 超大 其實我也沒有想說 要靠自己一個人 本來那一次是有跟朋友約 然後本來想到現場 朋友都可以幫忙 結果他們剛好遇到一些 臨時狀況 就說要回去拿電腦 結果他們就我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說要離開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現在這樣子 他們回來不知道幾點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現在都回想起來 因為我朋友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有辦法一個人完成 我說其實我現在也完全想不起來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不可能 你知道嗎 就是我那一天卻完成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就一直想說 很熱 然後萬一晚上又已經風啊什麼的 一定要搭起來一個家嘛 因為我站在山上 所以我那時候只是滿腦子直覺的 我要完成這件事情 可是我只記得那天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現在完全就失憶 那一天我到底一個人 不要辦到這件事情 那個腎上腺素的發作 是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就是剛像一來媽講的 就是像壓力啊 有時候是自己不曉得 然後可是可以反應在身上 而且可以很嚴重喔 像我舉兩個例子 有一次有一個媽媽 她四十幾歲 來就是蓬頭共勉 共勉看起來就是 就是對我們女生都會知道 這個就是看起來 就是對她的生活是很不滿意 有很多的意見的那種太太 就她來就是眼睛還哭 然後鼻子都紅紅的這樣子 那她是說她胸痛倒汗 那看起來是像緊張嘛 但是做了心電圖 哇 急性心理管色的心電圖欸 很嚴重欸 對啊 急性心理管色 一半以上還沒到醫院就死掉了 這一次有在急診最常做的急救的措施啊 然後就不等抽血啦 就直接趕快給她準備做心導管 結果心導管進去 發現她的心臟的收縮的動作 很像章魚的那個形狀 什麼意思 就是像那個 我們抓那個章魚的那個章魚壺 叫Tako Tsubo 就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東西 一種抓章魚東西 章魚進去的時候 吃東西就出不來了 這個東西是第一次發現 第一次寫在文獻 就是日本人寫的 所以她叫Tako Tsubo 症候群 那這個太太 也是急性心理管色到急診 就發現她的心臟動成這樣 其實心血管是通的 那為什麼呢 她跟她先生吵架 然後吵到心碎了你看 天啊 真的是心碎 所以我們中文翻成 心碎症候 這個好心碎 然後這個為什麼呢 對她這個胎兒真的是 她就開始大罵了 說我20幾歲嫁給你 然後生三個 然後你媽媽對我不好 你從來都沒有關心我 結果你昨天居然還跟小三 我居然看到你們對話 你都沒有這樣子跟我講話 所以她是抓到了小三 她的心太碎了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事實出頭的 然後她是政商 就是她的先生是蠻有名的 高階主管這樣子 那她年輕的時候是 很瘦很美麗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她 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她就真的是胖了 真的是胖了 她因為她已經反反復來 激人太多次了 結果所有的檢查都做了 最後唯一看到就是 她的膽囊好像有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她就是這麼痛 然後家人也覺得她很痛 那是不是給她解決 就給她開刀 就乾脆給她開刀 就開完刀之後在病房 才知道 因為她們要離婚了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 身心科的疾病 就是腎心症 就是你的心裡面 去反射在你身體 可是她不是裝病 她不是為了博取大家的關愛 然後她可以演得很像 即興打男年 即興的胃 甚至像胃癌 甚至像腦瘤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你不要隨便告醫生 因為我們把你檔檔開掉 你還會痛 你不要說我們誤診 有時候是你自己鬧 對 你的重點好像不一樣 對啊 因為我怎麼開來 然後我會分心 一方會選擇 好緊張 對 其實我就是這樣 其實假設你是一個 你自覺到 自覺到自己 其實長期處在壓力下 其實很好自覺 比如說你現在你是一個上班 要正常上班 或者是上班已經有壓力 你回家有一定的壓力 其實男生女生都會 男生就上班有壓力 回家看老婆的臉色 那女生來講的話 就是白天你可能有工作壓力 晚上要看小孩子 所以其實 假設你自己是有潛在壓力的人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的隱形狀況 我建議說幾個東西不要碰 假設你是一個有便秘的問題 或是你已經常常會緊張 就拉肚子的人 油炸的東西千萬不要碰 因為其實油炸的東西 它相對下高溫 還有它的油脂 可能會讓我們腸胃道 發炎的狀況更嚴重 所以這時候你便秘的人 可能會更嚴重 腹瀉的人 症狀可能來得更明顯 那如果假設你已經長久 就像剛剛以柔提到的 會腹痛 或者有些人其實是覺得 肚子脹得很嚴重的時候 有一些食物盡量避免 像是一些我們說的 就是會讓你進氣的食物 比如說像是豆類的東西 十字花科的蔬菜 花椰菜等等 其實你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稍微做一點調整 那你說這個有差嗎 真的有差 我們之前有一個 腸躁症的病人 他已經看了一段時間 腸躁症其實有些時候 跟你本身情緒比較緊繃 是有關聯性 他一陣子已經好了 都很穩定很穩定 有一天他來 他說不好意思 我自己承認 因為我都請他是這樣子吃 他說不好意思我承認 他前幾天跟個公司的員工 大家同事下班 回到加州想說這個 大家就說我們要吃鹹酥雞 他就說不行不行 那他是男生 大家就笑他 蛤你怎麼聽一聲的話 真的好傻喔 他就硬著頭皮 跟著大家買了一包鹹酥雞 就因為那一包鹹酥雞 他拉了一個禮拜的肚子 他就說腸胃到 當你很敏感的時候 簡單的一個油脂 就會讓他這麼受不了 所以其實我也要提 如果你已經是招牙的人 這些東西少碰為妙 對 這個未來可能會解密 就是說我們腸胃道的菌種 會跟我們情緒是有關係 就是要腸腦的溝通 中間怎麼溝通 研究還不夠知道 但是至少知道我們吃到 健康的食物 其實我們的情緒也會變好 我就每次聽到這種研究 我就想到我們中國的成語叫 腦滿腸肥 你吃一堆油炸的東西 腦袋也是肥肥的 中醫有沒有什麼 解決壓力的一些方法 在我臨床有一個病人 他本來是來看喉嚨有痰 他是40歲 然後是一個很超級業務 他業績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個痰的感覺是怎麼樣 他就說 然後整個問整的過程 就一直在那邊親喉嚨一直 我說那你這樣有辦法講話嗎 他就 可以啦 然後想要讓你這樣 你業務力好能講話嗎 對 我也想要換頭堂了 食物 對 食物不夠度嘛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想 然後就 嗯 好吧 我就說好 那你這個多久 他說兩年 我說哇 兩年 為什麼也太久了 我說那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情況 我想說會不會有一個原因 他說第一次發生 兩年前的12月20號 我說 怎麼日期都期待了 對 我說 所以呢 他說那一天我記得 我的準婆婆打電話給我 我說男朋友出國 然後準婆婆打給你幹嘛 請她來家裡吃飯 我說還不錯 那你去了嗎 去了 然後吃飯的時候談了什麼 沒有啊 準婆婆就說他們要搬家 搬家之後沒有停電 可能就不可以給小朋友跑了 我說蛤 什麼意思 好詭異喔 對 就很轉個彎 然後跟40歲 然後接近更年期的 意思就說 那你聽了之後怎麼辦 他就說 我突然就講不出話來 我說喔 這樣子 那之後呢 他說之後就是開始就一直喉嚨有彈 什麼什麼 可是 他在講這段話的時候 喉嚨都沒有彈 就是都沒有停 對 但是很順暢把這件事講完之後 我就看著他 然後他就看著我 是 是 他就說 我知道原因了 我說是吧 所以就發現原來是壓力引起 他的喉嚨有彈的症狀 哎呀 那我還是給他處理嘛 那處理的方式 我也在這邊交給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很簡單 中間的經過還是可以處理一些 潛在壓力的問題 你就跟他講說 新主神明啦 腸腦症是真的 所以我們太陽穴這邊啊 你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用你的掌根 掌根這個瑜伽穴的位置 是我們這個腸胃道的反射區 所以這個反射區 就貼著你的太陽穴 你就很用力的這樣子 按住揉按三分鐘 三分鐘 對 你揉按的時候 配合你的呼吸 你的心情就會比較舒緩 然後你在揉按的時候 你的大拇指 它對到這個脖子後面 風馳的位置 也揉揉你的後面的風馳穴的位置 所以掌揉 然後指揉這樣三分鐘之後 你再把你肩頸最僵硬的這個筋 把它拖一拖 就很用力去捏它 對 捏完之後呢 你整個手指頭的正中心 再把它敲一敲 戴著群腹敲 戴著群腹敲效果更好 這樣子反覆的做三分鐘 從掌揉按風馳 然後掐 拖肩頸 以及我們的掌心之後 你的情緒會獲得釋放 你會比較不容易會有這個壓力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壞情緒了 第二個讓媽媽的壞情緒來的 原因是做什麼 那對錢覺得自己沒用 失去信心 真的 這個其實也很容易 雖然我們都在罵人家 可是其實罵人家的私底下 其實真的是因為我們自己覺得 好 自己好像沒有人可以幫人 真的 因為像我上次就有分享 就是我生完小孩之後 就我只有一個小寶寶 可是生完小孩之後 我真的對於我的身材 就感到很巨大的壓力 然後就像有一次我就是回去 然後家族在聚會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寶寶才六個月 那我的驚奇也還沒有來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是穿了一件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我婆婆就大大面就說 你又踩寶寶了 你又有了 很大聲的講 然後我內心就是 所以就很欺騰 我婆婆還在那裡 對 我很愛欺騰 我就跟妳婆婆這樣講 就是她在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當下是真的好像被閃電給 擊到一樣就就愣住 然後在那裡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大家就開始 因為親戚朋友都在 然後就對妳投影 那種很開心的演示 就好像在跟妳鼓鼓掌 說對妳好快 太勇敢了 對 但是妳根本就是 就沒有 妳不知道要反駁她還怎麼樣 妳那個整個是塞住 真的是牙扣無言 可是我內心就是會覺得說 怎麼會受回來 怎麼沒受回來而已 可是妳當下真的很難回答 尤其所有眾人的目光 都在妳身上的時候 我最常聽到的第一個 媽媽突然之間變得很消極 第一個挫折就是 沒有奶的 真的 真的哭到爆炸 對 旁邊的人就說 加油一點 對啊 很輕鬆 對 然後那晚上去送奶的時候 就好不容易一點點 很高興 然後旁邊對面很瘦的 兩瓶 對 那時候你真的覺得 自己很沒用很沒用 然後第一個這樣 這個挫折之後 突然之間 有些媽媽就真的就會 開始信心崩潔 然後就 不會了 不會沒關係 然後之後 她以前做的夢想都沒了 因為小孩 我希望能夠兩推錢 不要看3C 不要用零食 然後她腦袋好 對 然後妳就發現 她開始就是 24小時就給小孩手機 然後她要吃什麼 隨便她 我覺得那是 那是一整個 信心的東西 整個片 都放棄了 對 其實這個有一個名詞 叫做 喜德的無助感 為什麼要稱為喜德無助感 其實我們有一個 正向心理學大師 叫馬丁塞的一個門 大家都很清楚 他提出正向心理學 他在提出的之前 他曾經做了6年的實驗 他做什麼實驗呢 他就把一堆老鼠 一開始他是用老鼠 他把它丟到一個水池裡 然後那老鼠就很高興 在那邊游來游去 然後他從東邊 要游到西邊的時候 快到西邊的時候 他給它剝掉 然後一剝的話 那老鼠就說 沒關係 我就在往北邊游 他到了北邊 還是給它剝掉 這樣來回呢 只要6分鐘 所以護一聲 6分鐘護一聲很重要 6分鐘之後 你就看那老鼠 很典型的 每一個人都舉白旗 怎樣 不跟你玩 他就嘟嘟嘟沉下去 那時候再趕快把老鼠拿出來 那老鼠拿出來 和那些呢 他可以自然由上岸 那老鼠兩個去比較 你就會發覺這些 這些呢 不想跟你玩 自動舉白旗 這種老鼠呢 他後來再找東西吃 或者是一些去找一些東西 玩的這種能力 會明顯降低 就是憂鬱症的一種典型症狀 我這個很傷心耶 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就對了 所以憂鬱症 因為他回不了岸上 他會覺得我們已經 遺忘了 所以我們通常講 憂鬱情緒基本核心 就是一種失落的無望感 他是一直會在環境的這種 無助之下被學習而來 所以習得無助就是這麼來的 其實我們帶小孩也常常在習得的無助 對啊 對 因為小孩真的完全是 媽媽真的是 你知道無能為 對 其實說真的就是 我從生第一胎 然後因為一直常常在網路上分享 那種的一些育兒的經驗 所以其實像母奶我也沒這個困擾嘛 因為我就是屬於母奶很多 很豐沛的媽媽 然後呢其實就各方面小孩啊 什麼見藥物見藥物 都有在一些正常的 好棒喔 都是拿到我們很羨慕的一些方式 但是我真的唯一有一點 其實我真的也自己 對我自己是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到底是哪一個方法沒有用對 就是你知道很多的媽咪們 就家裡的小孩都是弄成 你七八點就去睡覺耶 可是我們家真的就是睡覺這件事情 就完全三個都沒有辦法在我的掌控當中 就比如說你八點帶他進去 他有可能時機點他還躺在那裡 眼睛他會假裝睡覺 他也不會動喔 他也不會要起來 他就是知道躺在那裡 可是他就是睡不著 有時候其實那種心理就是 比如說我回去看很多的書 可是就是真的會很多的 無助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家小孩到底我的方法哪裡錯了 事實上我們對於婦女朋友 有時候真的還蠻辛苦喔 有幾個階段都會有這種所謂的壓力 那第一個最常見的事實上因為 不應證的部分 然後有很多不應證的婦女 他久了以後他每次看到 那個月經來就開始哭 對 然後或者說做失敗了 他的壓力都非常的大 那我記得曾經有一對夫妻 他事實上他是說他們大概 已經努力了半年都沒有成效這樣 然後他就很擔心地問我說 那我先生的結果呢 我先生的結果怎麼樣 那第一個當然因為我們各支法的關係 我說雖然是你先生 我還是希望他本人來看報告 那第二次他把先生帶來 我就說你先生這個結果都非常好啊 好 那這個 那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可是他說 可是他常常不行欸 然後他就講說 他常常不行欸 以前這樣講 對 他要耶 他還可以講 這真的不行嗎 所以這時候 有點鬆在挑逗你 對啊 我就把那個冒怪運出來 我告訴他說 你先生的成績單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獎狀 來形容他的成績是相當不錯的 哇塞 你們現在努力看看 所以有獎勵嗎 登登登登 結果 大人家真的懷孕 哦 所以他回去以後就說 看了那個報告以後 先生回去以後就沒有不行 哦 所以有時候 因為先生是所被 太太都說 喜得的無助 對 所以這個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這個新衣性的這個不孕症 真的我們在臨床上 還蠻常看到 那第二個部分 是有關懷孕的部分 事實上剛剛提到 產後憂鬱 像照顧上面啊 寶寶的哭的時候 媽媽也會跟著哭 對 那事實上還有些人是懷孕 尤其是說 如果曾經有過那種 不好的經驗 就是曾經有產過的媽媽 那有的媽媽 事實上我們正常的產檢 應該是一個月來一次 那有的媽媽就跟我講說 這樣是不行 我一定要兩個禮拜 然後後來你發現說 他跟你講了說 你媽媽預約的是兩個禮拜 可是事實上 他把你每個禮拜的門診都約滿 哦 他就說我至少要來 對 然後到最後幾天 你在電梯看到他 因為他要租到你家樓上 所以我後來他對我講說 但是我去買了一個叫天使星 我從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有那個外面房間在外面 聽寶寶的那個開心的 開心的這個記憶叫天使星 那我說說那也不錯啊 那你16週以後你都可以聽啊 如果說你聽得到 就有一天急診 他是說我聽到 今天我剛剛量的結果是 小朋友心跳是170一下 那這個應該是有問題 所以他要趕快又來掛急診 結果我們就是長時間的 把它monitor大概半個小時 有發現都很正常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報告給他看 你的寶寶的心跳就是 而放在這個120到160之間 都很正常 那有時候可能是知識的關係 事實上量到媽媽 那媽媽有時候那個監測器 他會變double 就會變兩倍 所以那個心跳就會跳過去 好 我覺得那個長期的失落沮喪 跟你壓力大其實都是一體兩面 都會影響到你的全身 我在當那個實習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榮總 就照顧過一個媽媽 他30幾歲 32歲的 那時候一來的時候 他是紅斑性狼髒大發作 沒有三天他心臟就衰竭 衰竭之後他就很喘 就被插管 就一個禮拜之後就腎臟衰竭 就開始洗腎 好嚴重喔 最後運氣還不錯 最後他第三個禮拜之後 我們用雷菇醇的那個治療的時候 他有回來 他有回來 那時候大絕大堂就問他說 奇怪了 他的紅斑性狼髒 早就已經十幾年都沒有發作過了 他早就已經停藥了 他年輕的時候 紅斑性狼髒沒有錯 但是紅斑性狼髒大家不要誤會了 那不是要吃藥一輩子的 不是 就是在你發作的比較平凡的時候 可能需要吃藥控制 跟你發作比較好的時候 實際上藥是可以慢慢拿掉的 實際上他這十幾年 都已經沒有吃過半顆藥了 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突然間又結完婚 他是結完婚第三年大發作才會死掉的 他覺得奇怪 他也沒有小朋友 他就這樣就死掉了 就差一點死掉了 結果我們就開始問說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主持醫師就問他 後來才知道 他因為他嫁過去之後 他跟那個婆媳之間一直有男大夫 所以他老公都是挺他媽媽 沒有挺他 所以他老公在做和事老的時候 都是極強烈的偏向於他媽媽 說是老人家你就應該尊重了 你來的話要適應我們家 不是來改變我們家的習慣的 就是強逼他去 所以他這兩年都是長期的沮喪裡面 實際上有大家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其實很簡單 當你在fighting的時候 你處在壓抑之下的時候 其實你的腎上腺素是增加的 是 可是你長期這樣很久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的腎上腺素會疲乏 你的腎會疲乏 就好像你長期一直 你的腎上腺素一直在分泌 分泌久了之後慢慢就沒力了 所以他後期的時候 其實他在沮喪的那段期間 他身上的腎上腺素是低下的 那你知道嗎 腎上腺素本來是會壓制你的移力的 當你低下的時候 你的腎上腺素就開始作亂了 所以就有些 開始就有些本來有自己免疫的毛病 你本來有的 本來沒事的 後來就發作了 像他就是紅瓣心腸腸 開始發作了 實際上我們時常的腎上 有看到很多人 沮喪的還容易得到什麼 容易得到糖尿病 容易得到類伴關節炎 容易過敏 都是因為你的免疫力 開始不受控制 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其實糖尿病為什麼 跟免疫力有什麼關係 其實糖尿病其中有一型 就是因為你的免疫力太強 打自己的胃脹 打到後來就變成沒有什麼功能 所以長期沮喪的人 就很容易得到糖尿病 就很容易得到類伏性關節炎 就很容易過敏 像他的話就是因為 紅瓣心腸腸就發作了 可是這樣聽下來 就是誰害的應該是婆婆 就是OK的 你害的婆婆 你說害我紅瓣心腸腸 還有醫生自己 老公 比如說我 當醫生的老婆 尤其小兒科醫生的老婆 如果沒有為母奶成功 看你怎麼過 好可怕 因為我老婆那時候壓力很大 那是你擠怪 而且就可能是我說什麼 你擠 你只要擠 他就會有功就有吸 對啊 對 所以你看 這個護士還會自問自答 你要不要加點奶粉 你老公跟你 公公一定不會讓你加啦 你好棒 你好 你老婆說這個都是貴姿勢啊 對 我覺得我今天完全可以 體諒媽媽們的心情 因為我在2012年的時候 就是 我其實我在當媽媽之前 我就已經是 急診室的主治醫師了 也覺得 就是自己 就非常喜歡自己的工作 也很有成就感 那2012年的時候 我就是快要生了 那我先生是美國人 而且他是白人 所以我們就決定好吧 如果孩子生下來 總是要三個人住在一起 那時候我們是兩頭飛這樣子 後來我就2012年的時候 就搬到美國去 那他是白人 所以他都是住在白人區這樣子 那我終於可以體會 什麼是外籍新娘的 外籍新娘的痛苦了 對 就是非常地單非常寂寞 然後雖然先生給我安排 很好的醫院啊 但是那完全是 我不熟悉的環境 然後所以 我那時候生產的時候 我是決定我不要 就是不要打止痛 結果我痛了24小時之後 就是緊急膨腹 哇 你要幹嘛 我要體驗一下那個母親的偉大 跟最原始的痛 對 結果我痛了24小時後來 就是我發現不對監視器 我的小孩子心跳一直在掉了 我趕快尖叫求救 我們就緊急剖腹 然後緊急剖腹完了 那時候我就 我有請我的一個台灣的親戚來 我付他機票 我付他薪水 我請他來 我覺得我已經講好了 就是說你要幫我來坐月子這樣 結果他是睡得飽飽的 然後早上先整理完了之後 他才會去幫我 所以晚上也是我自己這樣 哇 天啊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講清楚 如果我沒有講清楚 那就是我自己責任 所以我就把它收著這樣子 那我就是 晚上真的是很 就整天都很累 而且我 沒有吃飽過 沒有吃飽過 整次的錢不夠 沒有 這幾天 他就沒問題 他昨天來上門 帶你去李老鼠的台語 應該是誤會 他可能覺得他來這裡是看親戚 然後玩 然後後來 我先生還付他機票去別週玩這樣子 天啊 然後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想說 沒關係還是有幫到 我只能這樣子想 結果那時候可能太累了 我居然在 那時候就發燒 而且我傷口還感染 因為我緊急剖腹 我傷口還感染 而且是很嚴重的 我就去醫院拿到醫生 那醫生就說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每天診所幫你換藥 你要請那個人來家裡 換藥什麼什麼 很麻煩 我說 他已經知道我是醫生 我說那我自己來 所以還要開車去 我要去開車去特別的藥房 買那些藥來換 我就每天就自己這樣子 自己跟 然後有一次我換換 換到一半 我傷口我覺得看好了 我就跟了醫生討論說 我們是把他關起來了 然後我就去找那個醫生之後 他就問我一句 他說 你有沒有想要自殺的念頭 我才知道 我是有那麼 那麼那麼憂鬱 你都可以感受出來 我是在台灣是一個醫生 在你掌控之下 對 然後現在 我怎麼做成這個樣子 而且還有 我奶水是擠不出來 後來我的小朋友是黃膽 然後黃膽到 他原來是餓到黃膽 從那時候我真的是很傷心 而且很自責 那我那個親戚他是長輩 他就說 女人怎麼裏都沒有奶 是不是 真的太崩潰了 我真的是太崩潰了 而且他告訴我說 我只要聽到 他那時候只要聽到 小朋友哭聲的時候 奶是用噴的 對 我也是那種 滴到下面的時候 就馬上乾了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我那個機器 到後來完好如新 我還送給別的媽媽 因為真的用不到 對啊 所以我一直這樣一直在調適我自己 後來我覺得不行 那個醫生都已經問我 你是不是想要自殺了 我覺得不對 我真的是有問題了 所以我決定 我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自立自強 我既然已經在這裡了 我要去逃避 我要面對啊 所以我就是 除了當然一定是要好好照顧 我的兒子之外呢 但就是我每天都帶他出去 然後我就開始認識美國的媽媽 我開始有講話了你知道嗎 因為每天先生回來他也很累 然後我只有兒子那邊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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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人跟我講話 不是要用英文 就是認識美國的媽媽 結果認識他們就發現 原來他們罵老公罵得比我兇 我只是 我只是在心裡面 不兇而已 對 原來美國的媽媽 心情是一樣的 美國的老公 一樣啦 對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就舒坦多了 然後我小朋友我就是自己照顧 然後我也是 我那時候還準備 美國醫師指導考試 然後同時照顧我兒子 然後我那天 我就很拼了 我就覺得我能夠做的 我還是要做好 我覺得我要正面面對 我不要再有人問我 說你是不是想要自殺了 然後結果那天正在切 那個我小朋友的那個 我在煮嬰兒食品 我在煮的時候 我老公那天下班回來 他居然從後面抱住我 然後就說 哇 你是 You are the best mom in the whole world 翻譯就是 媽媽好神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哇 我突然覺得我生起來 然後衣服馬上換裝 頭還有掛圈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對 我就是要這個 我就是要這個 所以他那天之後 每天回來家的 第一句話就是 You are the best mom in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best wife 對 所以他就是他的功課 其實這樣對我來講就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自己 我自己要去體驗自己的問題 然後去找讓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對 然後後來這樣一個重要的過程中 我居然也考過美國醫師執照了 好強喔 好強喔 所以我們媽媽是好神的 而且是可以自立自強的 對 所以要治好習得無助感 先叫老公嘴巴停一點 對 超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他自己的轉念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那個轉念 就是你自己當然要自己轉念 然後變得很樂觀積極相當 我覺得那個轉念 其實在那一秒之間 就會有很大的變化對不對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這樣沒自信 或是自我否定的說 一秒突然間 蛤 有黃冠 有十八來 好強喔 真的啊 你老王走這個高峰 放得就 你根本要最信心 不是這樣 怎麼樣做得到啊 可以嗎 有可能嗎 如果可以的話真的蠻好的 不過我覺得可以提供一個方向給大家 因為像這種情緒 它真的是壞在一個地步的時候 它會進而影響到身體裡的脹腹 所以就會認為說 像很悲傷的情緒 它影響的脹腹就是肺脹 像我臨頭上曾經有一個很過氣的歌手 他六十歲了 然後他來的話就是說 我要補中氣嘛 所以他來看中醫 因為歌手 對嘛 因為我是歌手 那我中氣不足 這樣子怎麼唱歌 結果後來一把脈 氣超強的 我說你氣夠啊 那怎麼回事 他說可是我都唱不出來 我都沒聲音 你是婆婆嗎 他自己是婆婆 所以他的問題是反過來 是媳婦的問題 對 他其實在家裡很卑微 而且老公就是大男人 所以他家裡沒有地位 然後因為他的身份 他也不敢要求媳婦做任何事 都自己來自己煮飯 然後就反而是很低調 像仆人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我就說 那你沒辦法唱歌 你怎麼練發聲什麼 他說每天洗澡的時候 如果那個淋浴的水聲夠強的話 他就可以唱歌 然後就這樣子嗎 那唱得怎麼樣 他就說好像還可以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要打起精神來 我就跟他解釋說 如果太過悲傷的情緒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肺氣 就會影響到你的中氣 其實你氣是有的 可能它出不來 所以我就幫他做一些調理 然後放鬆他的肺部 然後放鬆他的神經 然後回去之後呢 請他唱歌的時候帶著耳塞 放著那個淋浴的聲音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之後就比較好 那肺筋在我們身體的走向 剛好就是從 胸然後沿著內側 走到我們的手掌形 所以肺筋掌握在你的手中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都用3C 或是寫字 其實你的肺筋其實都是不通暢的 所以我建議如果說你覺得 突然就自己有一些很悲觀的情緒 然後肺筋受損 你可以做一個 大母姐會頂住鎖骨下 這個肺筋的起點 我們叫做 然後就這樣 趴一下 然後順便就 然後就這樣子 對 要出聲音 要出聲音 然後拍了之後要餓 然後這樣子拍三下 可以震動你的肺筋 這樣子你整個手掌音肺筋通上之後 你整個的想法就會改變了 對啊 你真的要拍 對啊 有一種不穩一下的感覺 對啊 對啊 所以這樣拍一拍就會比較OK就對了 拍一拍會比較OK 而且同時在拍的過程中 有很像幫自己打氣的感覺 好 所以一般打氣就好 我可以的 然後我就喝 然後這樣子 每天坐三分鐘 就鼓勵自己 擺脫那個悲傷心 不過今天聊的很多都是媽媽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現代人生活 不論是媽媽爸爸 男生女生老人小孩都有各自的壓力 只是希望說這些壓力可以找到舒解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彼此間可以多一點扶持 對 如果真的不喜歡就這樣 不喜歡 把氣減一減就好了 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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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看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跟我們節目的工作 跟大家拜拜 其實妳那時候生完小孩的時候 有覺得自己的智力有減退嗎 我一直覺得我智力減退到現在 那不是說一拍登三年 對 很多人都這樣講對不對 但其實研究告訴我們沒有這回事 就是生完小孩不會特別笨啊 我怎麼會問下面是什麼名字 我都記不起來了 真的嗎 我叫王力宏啊 但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是因為我們的 產後的憂鬱 甚至不要說產後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生活上的憂鬱 讓我們的大腦變得比較混亂一點 所以我那天看到網路上 還有一個新聞 他用這個詞叫假性失誌 那我覺得這個詞有點強烈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三十到五十五歲的女性 因為生活的壓力 或是因為孩子等等 然後導致她有一點 睡不好啊 變忘啊 然後從發呆 然後從床走 然後那邊說 你忘了我來幹嘛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有這樣的症狀的話 那在那個文章中說 你可能就是超過一個月 趕快去找專業的人士幫助你 我們心智科醫師或者是心理輔導 幫助你解決你心中那些梗 比如說過度要求啊 過度完美啊 或是家庭的失和啊 情緒的傷害啊 我想自己如果救得了自己 這就不叫憂鬱症了 對 就是救不了 我們才會有這種憂鬱 造成的假性失誌 嗯 欸 你叫什麼名字 欸 忘了嗎 金城武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p